欢迎收听科幻小说吞噬星空第六篇第31章 312件宝物 一万多名冒险者一眼看去各个穿着合金战衣分成五大块分布 宛如钢铁武者军团 在那雷电城堡扭曲的雷电刺眼光芒照射下 视而折射出道道青色光芒 几乎所有的人都双眸炙热的盯着那雷电城堡 那就是戒中戒的宝藏 嗯 怎么回事 九皇子波罗林皱眉的看着 殿下 外面冒险大军想抵达到这还早得很 我们有充裕的时间 九大清水保镖中其中有一位绿发女性 低声道 现在我们占据绝对优势 慢慢看 这戒中戒的宝藏绝对会是殿下宁的 布罗林沉默地看着前方 那沐浴在雷电下孤傲耸耸立的古老城堡 忽然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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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 城堡发出低沉的声音 那巨大的城堡大门开始缓缓开启 门开了 被保镖促用着的九皇子布罗林双眸猛的一亮 仿佛饥饿无比的野狗看到骨头似的 城堡内九成九有宝藏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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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大的城堡大门缓缓地开启着 让人隐隐地看到城堡内部一些模糊的布局 这里城堡外聚集的一万多名冒险者各个正大眼睛看着 甚至于有不少冒险者都拿出望远镜等 都无比渴望看着城堡的内部 恒星级九届 或许在白兰星等一些普通的生命星球称王称霸 可在整个星系乃至整个黑龙山的星域 就是普通的士兵炮灰保镖 这群炮灰中却因为一位有背景的女子齐尼亚的坚持 令他们有了触摸戒中戒宝藏的机会 这将会是在场的这群人 几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将来一辈子最值得炫耀的一件事 门开了 人群中雷神摇开了那座高大的雷电城堡 宝藏要被弄走了 反正没我们的份 红低声道 罗峰轻声的笑道 这宝藏太惊人 更何况还有那位九皇子 那可是黑龙山帝国九皇子殿下 还有那限制级的 第二级雷射枪 连弱点的宇宙级枪都能击毙 我们看戏吧 真正不甘心的 是其他四大阵营的首领啊 罗峰很冷静 这戒中戒的宝藏 他当然是有想得到的野心 可有野心固然很好 但是如果头脑发热 不看清自己的实力 很容易丧命 那雷射枪只需要一枪 在场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挡住 乱 只有乱局或者有其他突然的情况 或许还能浑水摸鱼 哎呀 现在马上没希望了 罗峰目光 看向最前方 四大阵营的首领就在前面 黑云会 白虎楼 北龙城 圣地 滨海神国 这四大阵营的恒星级冒险者 精英的领袖们 似乎都被这位九皇子给震慑住了 没有任何人来阻拦破坏 只是静静的 看着这一切的发生 卡 城堡大门完全打开 寂静 大门开启了城堡 一时间却没人敢进去 那九皇子殿下 则是默默看着城堡 似乎还在等 是否有后续的变化 殿下 后面的女性保镖低声的喊道 别急 不罗林轻声道 双眸却是死死盯着前方 那雷电城堡 人群中 罗峰也在盯着远处的雷电城堡 雷电城堡的表面 所有的电光迅速的潜伏消失 不过 原本古老破旧的城堡 好像焕然一新 一道道声响 从城堡中传来 整个城堡上亮起一道道光束 很快 道道光束 笼罩整个城堡 哈哈哈哈哈哈 爽朗痛快之极的笑声 从城堡中发出 回荡在天地前 欢迎各位 来到戒中戒 我等这一天 已经等了超过千万年了 浑厚的声音 回荡于天地前 一万多名冒险者都惊住了 什么声音 谁说话 不知道啊 难道 难道是当初创造戒中戒的戒主没有死 做梦万年 雷霆世界被发现超过千万年 戒主活不了那么久的 除非是不朽 当初的戒主如果成为不朽 归缩在戒中戒千万年 可能吗 除非他变态啊 城堡外 一万多名冒险者低声的议论着 而人群中 罗峰三人同样吃惊 这 罗峰红雷神 三人彼此相视 什么玩意儿 罗峰低声道 还用问吗 活这么久 肯定是那死去戒主的辅助智能呗 不屑的声音 在罗峰的脑海中响起 孤独千万年 不知道这个智能 有没有进化成智能生命 如果进化成智能生命 千万年的孤独 恐怕会变态的 变态 罗峰眉头一皱 五大阵营的首脑 包括那位九皇子 同样盯着城堡 城堡上空 道道光束汇聚 而后 竟然出现一道虚拟的人影 那是一位胖墩墩的白胡子老头 白胡子老头 瞇着眼睛俯瞰下风 一万多号人 这令一万多名冒险者 都有些心惊 在场的大多都是有些见识的 光具人影 一般是智能科技的手段 小家伙们 你们来这 是想要得到戒中戒宝藏的吧 白胡子老头 微笑的俯瞰下风 对 主人当初是将他的宝藏 放在戒中戒 而且是由我看守 主人的宝藏很多 看 白胡子老头指向身侧 只见城堡的上空 光束汇聚 顿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屏幕 屏幕上有大量的物品图案 各种各样的宝物照片 非常多 让人是眼花缭乱 而其中最核心的位置 就是一颗有着奇异色彩的水晶球 传承水晶球 就皇子布罗林眼睛亮了 是传承水晶球 另外四大阵营的首领 各个激动的期待 人群中 包括罗锋在内 上万人都激动的 看那屏幕上 诸多的宝物图片 主人的宝物有很多 我仔细分类一下 宝物一共有六十八种 三百一十二件 白胡子老头指着旁边的屏幕 顿时屏幕上出现了排行榜单 No.1 全套空间密法传承水晶球 寄存银行的罩号 No.2 主人的存款银行账号 No.3 预注及血同药剂一份 No.5 No.6 8 五届原力兵器灭火轮 寂静 所有人都盯着那屏幕看 太壮观了 六十八种宝物 有的宝物有三四件 六七件 老式宝物一共有三百一十二件 他他他他 疯了 疯了 我疯了 最差的一个 都是五届原力兵器 天哪 得到一个宝贝 我就能成为我们库纳行星第一富豪 一万多名冒险者 各个双眸放光 完全疯狂了 罗峰三人也太激动 仿佛都要瞪出来一样 这真太 雷神嘴巴都张开了 就是说不出话来 难怪四大组织 两大圣地都不在乎宇宙经 那些宇宙经全部加起来 根本没办法和这些宝藏比 排第二的存款银行账号 一位借主巅峰强者的存款 会有多少 绝对比借中借的宇宙经加起来 都要多得多 罗峰也难掩激动之色 这个借主 真富有 巴巴他的声音 在罗峰脑海响起 太疯狂了 这个借主肯定是得到过 某个不朽的遗产 否则没这么夸张 全套空间秘法的传承 这代表的是将空间 本原法则全部解析后的秘法 而排第三的玉主及血统药剂 代表的是成年即可达到 玉主的血统 如满卡星人 一旦服用 完全能让人替换血统 还有排第九的生命果实 竟然有三颗 借主受再重的伤势 一旦服用就完全恢复 这对借主而言等于多了一条命 也不知道这个借主是怎么死掉的 竟然连生命果实都没来得及服用 真富有 真富有 看比比比较穷的不朽存在了 巴巴他也很激动 苍蓝欣赏一座宁静湖泊旁建造的木屋 木屋前坐着两名男子 虽然坐在那儿 可这二人一个让人觉得就仿佛一座大山 而另外一个则是有着让人心惊的冰寒气息 他们都是穿着战衣 脚踏战靴 身上同时还披着黑色的披风 他们二人正喝着一等一的果酒 嗯 嗯 二人的眼眸中露出一丝金色 这卡布借主 当年不愧是被各方围杀 哎呀 这宝藏还真是惊人哪 冰冷男子忍不住感叹 回五的男子 微微点头 连御主籍的血统药剂都有 不知道是哪一族的血统啊 人类种族中 成年能达到御主的屈指可数 也就那么几个种族啊 比如制造一份 满卡星人血统药剂 那么一般需要杀死 六七个满卡星人 才能制造出来 所以这种事情 是令那些强大的种族 非常愤怒的 因为他们种族的人口 本来就很稀少 自然会追杀拥有这药剂的 走 去住地 嗯 两男子起身 刷 他们二人身影 缓缓的消散 至于他们本人 却已经到了上万公里外的 宇宙佣兵联盟筑地 速度如此快 却没有产生丝毫的破坏 戒中戒 城堡上空 一道道光束投影下 那白胡子老头指的屏幕 微笑道 看清楚了吗 这就是我主人留下的宝藏 一万多名冒行者 抬头激动的看着 谁不想得到啊 小说吞噬星空第六篇 第三十二章 为宝而狂 人群中 罗峰阳头看的远处 城堡上空 那光束汇聚形成的屏幕 屏幕上 六十八种天价宝贝 令罗峰心底 滋生出强烈的战友欲 恐怕在场 一万多名冒行者 没有一个不想得到 只是他们没能力得到而已 可惜啊 没人敢跟九皇子抢 如果情况不混乱 我也只能乖乖的看着 罗峰目光 扫过远处最前方 那被簇拥着的九皇子 想得到这些宝贝吧 白胡子老头朗声的笑道 哈哈哈哈 你们只需要用雷霆石来换 这里的每一件宝贝 都可以用雷霆石来换 看 每件宝贝 都有详细的价格 顿时 旁边屏幕列表 略为变换了下 No.1 全套空间密法 全程水晶球 寄存银行的账号 每重账号为 一千万雷霆石 三重账号合一 即可从宇宙第一银行 取出寄存的 传承水晶球 No.2 主人的存款银行账号 需八百万雷霆石 No.3 预主机的血同药 寄一份 每份为三百万雷霆石 No.4 No.9 生命果实三颗 每颗八十万颗雷霆石 No.32 第六级轨道炮 每个二十一万颗雷霆石 No.6 五届原力兵器灭火轮 每届十万颗雷霆石 整个列表清单 顿时令下方所有人疯狂了 什么是雷霆石啊 哎呀 没听说过雷霆石这玩意儿啊 哎呦 竟然能够兑换这些珍宝 雷霆石一定是很贵重的吧 评论声不断 是不是很疑惑雷霆石是什么呀 城堡上空光束聚集下行程的白胡子老头微笑地说道 雷霆石是我起的名字 这种石头 是这界中界中所特有的一种石头 说起来倒也不值钱 可却是这界中界特有的 看清楚了 这就是雷霆石 屏幕上出现了雷霆石的照片 同时还有大量的详细介绍 寂静 一万多名冒行者安静下来 仔细观看雷霆石的模样 或者动用辅助光脑智能光脑迅速记载下 不过雷霆石和宇宙星不一样 雷霆石的能量很低 所以你们的能量测试仪很难检测到 为了让你们更轻松点 这就是雷霆石的分布图 白胡子老头又一挥手 屏幕旁边出现了地图 这是界中界的简略地图 整个界中界按照山脉 沼泽 沙漠等分 可以分成26块区域 雷霆石就分散在 这26块区域中的一些地方 简略的地图上 有雷霆石的分布情况 去吧 去挖掘雷霆石吧 你们可以互相杀戮 争夺雷霆石 我不会管 只要有足够的雷霆石 你们就可以和我 换取你们想要的任何一件宝贝 白胡子老头 双眸中有着一丝的疯狂 想得到宝贝就去拼吧 我在城堡中等着你们 得到雷霆石 来城堡和我兑换宝贝吧 去吧 白胡子老头的光影消散 城堡中空剩下那大屏幕 一万多人寂静无声 随后渐渐的议论声多了起来 人群中 太好了 那声压低声音 脸上露出兴奋之色 罗峰心中也是激怒喜悦 用雷霆石化 而且是戒中戒特有的雷霆石 这个智能生命白胡子老头 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啊 巴巴他声音响起 从他说话的神态看 这家伙绝对是进化成智能生命了 寂寞了千万年 智能生命也有感动 眷恋 仇恨 孤独等情感 寂寞千万年 这白胡子老头肯定变态了 巴巴他 管他变态不变态 能兑换宝贝 给我们就成 罗峰心中说道 明白 我也是难得碰到一个智能生命 感到惊讶而已 巴巴他说道 智能生命 很是稀少 因为要进化成智能生命 是很困难的 首先必须已经是极高等的智能 而后在大量的经历事件后 已经漫长的时间 才偶尔有进化的智能 若不进化 智能仅仅是工具 而一旦突破 就成为一种特殊形态的生命 如浩瀚宇宙中的巅峰族群之一的机械族 本质上就是智能生命一族 只是拥有机械身体等等的智能生命 抓紧时间 快快快 第十七十八十九三大方阵 每一个小队 你们前往地图上的 那最近的昭德区域挖掘雷霆时 北龙城的人高声喊着 迅速的进行分队 所有的自由冒险者 你们想要离开雷霆世界 还能活着离开苍蓝星 就请帮助我们 快 都快行动起来 这边这边 整个城堡下 五方阵营迅速行动起来 两三百人每一个小队 迅速的朝各个方向飞去 开始去争夺雷霆时 大家都清楚 最早去挖的 还有最有希望挖到手 罗峰他们五人 是北龙城第十八方阵 此时已经聚集成近三百人的队伍 迅速前往昭泽区域 浩浩荡荡的人群 破空急速的飞行 疯了疯了 雷神摇头啊 这雷霆时争夺 会让所有人疯狂 刚才我就看到 在最前面的九皇子殿下 脸色都一下子变得很难看 能不难看吗 罗峰笑的 这宝藏本来九皇子殿下准备独占了 没想到闹出来这么一出 也对啊 真正的超级强者死后 谁都会对自己的遗产有所分配的 当初的云墨新主人是这样 这位卡布戒主也是这样 罗峰 当初我们来的时候 一路查探 我就曾经发现 两个雷霆时区域 只是当时认为 他没价值 没理会啊 巴巴他的声音响起 两个雷霆时区域 罗峰心中一阵狂喜 那简略的图上的雷霆时分布图 很简略 须知 整个界龙界纵横百万公里 那分布图最多让人们知道 大概在某个范围内有雷霆时 至于详细在哪 还需要慢慢去找 雷霆时的能量反应很低 比宇宙晶要低得多 所以找寻雷霆时 对其他冒险者而言很难 至少在前期我们是占有优势的 不过 等那两百万的大军一到 相信那两百万大军 肯定是带着许多珍贵的探测 一起来的 到时候 我们的优势就没了 爸爸他说道 罗峰也点头表示明白 这次的宝藏 已经吸引了黑龙山帝国 最庞大的几大势力关注 后面的大军 怎么会没诸多详细的准备呢 近三百人的队伍 飞行在界中界的上空 然后一路上 时而就有队员逃离 雷霆时才是宝贝 我们自己去挖雷霆时 就算靠雷霆时 去加入其他组织 黑云会 白虎楼 黑龙山等等 估计那些组织肯定愿意出高价 购买雷霆时 到时候 自然一样能安全离开苍蓝星 如果运气好 还可能兑换一件宝贝 那就发达了 冒险者们很多人都存有这样的心思 当看到宝藏后 野心大的人想去换宝贝 如罗锋等一批人 野心小的人 也想弄到雷霆时 去加入其他组织 用雷霆时卖出高价 这使得近三百人的队伍飞行途中 经常有人逃散 而北龙城内部人员 根本无法约束 界中界 天气黑 五道流光正在迅速破空飞行 正是从队伍中逃一开的罗锋五人 爸爸他 还有多久 罗锋此刻处于亢奋的状态 按照这个速度 三个小时在二十九分钟之后 就能抵达那处雷霆时的区域 爸爸他回应 好 罗锋血液都有一种沸腾感 六十八种宝贝 每一种都比罗锋现在身上财富大张千倍万倍 就算一件宝贝 就足以令御主机强者 炎热疯狂 由此可以想象 这个宝贝的珍贵啊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雷神用汉语怪叫一下 疯了 人是会疯狂的 百分之三百的利润 足以令商家疯狂 十倍利润 足以令罗华等一些金融投资者血液沸腾 处于疯狂的状态 而罗锋他们现在遇到的宝贝 就算宇宙级强者都会拼命 狱主们都会彼此厮杀 他们这些恒星级 有几个不疯狂啊 中途碰到一支冒行者队伍 略微的绕路 三个小时四十分钟后 抵达目的地 此刻天依旧漆黑一片 这是草原地带 茂盛的杂桃中 蹲着五个人 罗锋 红 雷神 铁南河 澳谷 下面八百米深处 左右开始有雷霆石 方圆二十公里范围内的雷霆石 一共有十二万八千九百二十六颗 巴巴塔的声音在罗锋脑海响起 周围一带或许还有 不过需要仔细查探 我现在只能查探二十公里的范围 十二万八千九百二十六颗 罗锋眼睛一亮 双眸都阴阴的重写 他还清晰的记得 那屏幕上六十八种宝贝的兑换价格 其中最后的五戒原力兵器天火轮 只需要十万颗即可兑换 也就是说 现在二十公里范围内发现的雷霆石 就足以换了一件宝贝 罗锋 有多少雷霆石啊 红雷神都看着罗锋 十二万八千九百二十六颗 罗锋低声道 红的脸瞬间就红了 红更是瞪大眼睛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只是发出一声 我靠 这下真发达了 红忍不住说道 我们会更发达的 这次天大的机遇 不抓住 以后会后悔死的 罗锋激动难耐 赶紧下去 开始捡雷霆石 南河 你负责将周围养盖 是主人 铁南河恭敬道 刺 罗锋领头第一个直接钻入地底 而后红雷神 傲骨铁南河接连根的 钻入地底 去吧 魔云 罗锋心意一动 顿时一根根细长的藤蔓 从手臂出延伸出来 就仿佛数十根手臂似的 迅速的不断的延伸 去抓取那些雷霆石 关系